天父的孩子 今天你都好吗 我是香香牧师 我要为你祷告 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 荣耀的父 将那次人智慧和启示了灵 赏给你 使你每天都能更多地认识祂 打开你的眼睛 看见在基督里 祂已经给你的供应与祝福 打开你的耳朵 听见祂借着圣经的话语 给你的引导 现在我们就来一起 领受神的话吧 诗篇118篇5到14节 我在苦难中求告耶和华 他就答应我 救我脱离困境 把我安置在宽阔之地 有耶和华与我同在 我必不惧怕 人能把我怎么样呢 耶和华与我同在 帮助我 我必会看见那些恨我的人遭暴 看见他们一败涂地 投靠耶和华 胜过倚靠权贵 王子 列国围困我 列邦围绕我 但我靠着耶和华 消灭了他们 他们四面围住我 但我靠着耶和华 除灭了他们 他们如同密封围住我 但他们要熄灭 好像烧荆棘的火 转眼消逝 我靠着耶和华 必消灭他们 他们使劲要推我 叫我跌倒 我受了猛烈的攻击 几乎要倒下 但耶和华帮助了我 耶和华是我的力量 是我的诗歌 我的救星 他拯救了我 撒加利亚书 四章六节 万军之耶和华说 不是倚靠势力 不是倚靠才能 乃是倚靠我的灵 方能成事 真言第三章 五到六节 你要专心仰赖 耶和华 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 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 都要认定他 他必指引你的路 天父的孩子 神要你知道 依靠耶和华 胜过依靠世界上 任何的执政掌权者 和贵族的权势 神也不要你 依靠自己的聪明和才能 神要你在每一件事情上 都要认定耶和华 他是你的拯救 你的帮助 无论你遭遇何事 被多大的难处围困 被多少的敌人攻击 他必救你 引导你前面的道路 现在 我邀请你 和我一起做以下的宣告 耶和华 你是我的力量 是我的诗歌 我的拯救 谢谢你在极难中 听我的呼求 把我安置在宽阔之地 耶和华啊 你是帮助我的 我必不惧怕 人不能把我怎样 主耶和华 主耶和华 我投靠你 在一切的事情上 我都倚靠你 我不倚靠人的帮助 我不期待从人得到供应和保护 我的眼睛 我的眼睛 不仰望全贵 我不把信心放在有权有势的人身上 我也不倚靠自己的聪明和才能 我要在每一件事情上都认定 你是我的主 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 我的身体 我的家庭 我的公司 我的弟兄姐妹 都是被你保护的 都是蒙福的 有耶和华帮助我 我必不惧怕 无论我在哪里 做什么 主耶和华的平安 必与我同在 奉耶稣的名 祷告 我们一起说 阿们 天父的孩子 无论发生什么事 一定要记得 天父爱你哦 听神的话 他必救你脱离网罗 引导你走异路 你接受耶稣成为你的救主 你就是神的儿子 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 那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 现在已经住在你的里面 要使你的生命 从头到脚 从里到外 都充满了复活的生命与大能 你最得赦免 病得医治 手按病人 病人就必好了 必有神迹其事跟随你 奉耶稣的名 祷告 阿们 天父的孩子 今天 你都好吗 我是香香牧师 我要为你祷告 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 荣耀的父 将那次人智慧和启示了灵 赏给你 使你每天都能更多地认识祂 打开你的眼睛 看见在基督里 祂已经给你的供应与祝福 打开你的耳朵 听见祂借着圣经的话语 给你的引导 现在我们就来一起 领受神的话吧 马太福音 第八章 十六到十七节 到了晚上 有人带着许多被鬼附的 来到耶稣跟前 耶稣只用一句话 就把鬼都赶出去 并且治好了一切有病的人 这是要应验先知 以赛亚的话说 他代替我们的软弱 担当我们的疾病 约翰三书 一章二节 亲爱的弟兄啊 我愿你凡事兴盛 身体健壮 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 凡事就是一切的事情 正合的事 所有的事 没有一件事是例外的 天佛的孩子 圣灵透过使徒约翰说 上帝渴望看到你 在每一件事情上 都是成功的 没有任何的例外 上帝也渴望看到你的身体 是全方位 每一个部分 都是强壮健康的 圣经说 耶稣赶鬼 医治了一切有病的人 是为了应验 先知以赛亚的话 以赛亚书 古十三章第四节说 他代替我们的软弱 担当我们的疾病 因为上帝定义了 耶稣受鞭伤 我们就会得医治 耶稣受刑罚 我们就有平安 耶稣知道 他自己一定会去付这个代价 所以在耶稣的时代 耶稣不仅自己走遍 各城各乡到处的医治病人 还拆派门徒也去医治 甚至要我们这些后来信耶稣的 也要照着去做 并且应许我们 要做比耶稣更大的事情 因为医治是上帝的心意 上帝要耶稣承受鞭伤 让我们全部都得了医治 就上帝的角度 耶稣已经付清了一切疾病的代价 因此 所有的人 应该都要从 所有一切的疾病中 得到释放 没有任何一个人是例外的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疾病 是耶稣的鞭伤 无法医治的 世界上也没有任何一个人 不配得着医治 现在 我邀请你 和我一起做以下的宣告 我相信耶稣 已经代替我的软弱 担当了我的疾病 医治是一个事实 医治已经包含在救恩里面 我已经从一切 所有的疾病中 得到释放 现在就得到释放 因为耶稣已经付上了代价 耶稣已经付清了 我不需要再付 也不应该再付 因此 现在 奉耶稣基督的名 一切非法入侵 非法停留的疾病 我命令你们 立刻离开我的身体 你们没有权力 停留在我的身上 我拒绝 所有一切的疾病 所有一切的疾病和软弱 奉耶稣的名宣告 我现在 我现在已经得了医治 我已经活在超自然的健康中 感谢主 荣耀归上帝 奉耶稣的名 祷告 我们一起说 阿们 天父的孩子 无论发生什么事 一定要记得 天父爱你哦 听神的话 他必救你脱离网罗 引导你走异路 你接受耶稣 成为你的救主 你就是神的儿子 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 那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 现在已经住在你的里面 要使你的生命 从头到脚 从里到外 都充满了复活的生命与大能 你罪得赦免 病得医治 守岸病人 病人就必好了 必有神迹其事跟随你 奉耶稣的名 祷告 阿们 天父的孩子 今天你都好吗 我是香香牧师 我要为你祷告 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 荣耀的父 将那次人智慧和启示了灵 赏给你 使你每天都能更多地认识祂 打开你的眼睛 看见在基督里 祂已经给你的供应与祝福 打开你的耳朵 听见祂借着圣经的话语 给你的引导 现在我们就来一起领受神的话吧 约翰福音 十六章 十二到十三节 我还有好些事情要告诉你们 但你们现在不能领会 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 祂要引导你们 明白一切的真理 因为祂不是凭自己说的 乃是把祂所听见的都说出来 并且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 哥林多前书 二章十一到十二节 除了在人里头的灵 谁知道人的事 像这样 除了神的灵 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 我们所领受的 并不是世上的灵 乃是从神来的灵 叫我们能知道 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 天父的孩子 耶稣对门徒说 他还有好些事情要告诉他们 但是现在他们担当不了 也就是还不能领会 而解决的办法就是 要等真理的圣灵来 然后 圣灵就会引导门徒 进入一切的真理 上帝想要我们认识 所有一切的真理 也只有神的灵 就是圣灵 能让我们知道神的事情 只有圣灵能叫我们知道 神已经无条件 白白赐给我们的事情 有人问 如何听到神 跟我们说的话 答案就是 接受圣灵 接受圣灵 邀请圣灵 充满你 就能听到神跟你说的话 也能明白 神对你说的话 神经应许 圣灵要把你所不知道 又大又难的事 告诉你 现在 我邀请你 和我一起做以下的宣告 感谢上帝 我已经拥有圣灵 圣灵住在我的里面 不会离开我 圣灵能帮助我 领会一切的真理 我相信 圣灵正在引导我 进入一切的真理 我相信 圣灵正在使我明白 神开恩赐给我的事情 当我读圣经 听讲道 我期待圣灵对我说话 当我做家事 带孩子 我期待圣灵对我说话 当我工作 谈生意 我也期待 圣灵对我说话 当我运动 吃饭 睡觉 我也期待 圣灵对我说话 当我旅行出差 当我旅行出差 我也期待 圣灵对我说话 透过圣灵的教导 我更新 我的信念 与圣经 与神的话 对齐 我愿意 我愿意更多地明白真理 我会信得对 活得对 奉耶稣的名 祷告 我们一起说 阿们 天父的孩子 无论发生什么事 一定要记得 天父爱你哦 听神的话 他必救你脱离网罗 引导你走异路 你接受耶稣 成为你的救主 你就是神的儿子 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 那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 现在已经住在你的里面 要使你的生命 从头到脚 从里到外 都充满了复活的生命与大能 你罪得赦免 病得医治 手按病人 病人就必好了 必有神迹 其事跟随你 奉耶稣的名 祷告 阿们 天父的孩子 今天 你都好吗 我是香香牧师 我要为你祷告 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 荣耀的父 将那次人智慧和启示了灵赏给你 使你每天都能更多地认识他 打开你的眼睛 看见在基督里 他已经给你的供应 他已经给你的供应与祝福 打开你的耳朵 听见他借着圣经的话语 给你的引导 现在 我们就来一起领受神的话吧 诗篇118篇 5到14节 我在苦难中 求告耶和华 他就答应我 救我脱离困境 把我安置在宽阔之地 有耶和华与我同在 我必不惧怕 人能把我怎么样呢 耶和华与我同在 帮助我 我必会看见那些恨我的人遭报 看见他们一败涂地 投靠耶和华 胜过倚靠权贵王子 列国围困我 列邦围绕我 但我靠着耶和华 消灭了他们 他们四面围住我 但我靠着耶和华 除灭了他们 他们如同密封围住我 但他们要熄灭 好像烧荆棘的火 转眼消逝 我靠着耶和华 必消灭他们 他们使劲要推我 叫我跌倒 我受了猛烈的攻击 几乎要倒下 但耶和华帮助了我 耶和华是我的力量 是我的诗歌 我的救星 他拯救了我 撒加利亚书 四章六节 万军之耶和华说 不是倚靠势力 不是倚靠才能 乃是倚靠我的灵 方能成事 真言第三章 五到六节 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 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 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 都要认定他 他必指引你的路 天父的孩子 神要你知道 依靠耶和华 胜过依靠世界上 任何的执政掌权者 和贵族的权势 神也不要你 依靠自己的聪明 和才能 神要你在每一件事情上 都要认定耶和华 他是你的拯救 你的帮助 无论你遭遇何事 被多大的难处围困 被多少的敌人攻击 他必救你 引导你前面的道路 现在 我邀请你 和我一起做以下的宣告 耶和华 你是我的力量 是我的诗歌 我的拯救 谢谢你在极难中 听我的呼求 把我安置在宽阔之地 耶和华 你是帮助我的 我必不惧怕 人不能把我怎样 主耶和华 我投靠你 在一切的事情上 我都倚靠你 我不倚靠 人的帮助 我不期待 从人得到供应和保护 我的眼目 不仰望权贵 我不把信心放在 有权有势的人身上 我也不倚靠自己的聪明 和才能 我要在每一件事情上 都认定 你是我的主 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 我的身体 我的家庭 我的公司 我的弟兄姐妹 都是被你保护的 都是蒙福的 有耶和华帮助我 我必不惧怕 无论我在哪里 做什么 主耶和华的平安 必与我同在 奉耶稣的名 祷告 我们一起说 阿们 天父的孩子 无论发生什么事 一定要记得 天父 爱你哦 听神的话 他必救你脱离网罗 引导你走异路 你接受耶稣 成为你的救主 你就是神的儿子 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 那叫耶稣 从死里复活者的灵 现在已经住在你的里面 要使你的生命 从头到脚 从里到外 都充满了复活的生命 与大能 你罪得赦免 病得医治 手按病人 病人就必好了 必有神迹 其事跟随你 奉耶稣的名 祷告 阿们 天父的孩子 今天 你都好吗 我是香香牧师 我要为你祷告 求我们 主耶稣基督的神 荣耀的父 将那次人 智慧和启示了灵 赏给你 使你每天 都能更多地认识他 打开你的眼睛 看见在基督里 他已经给你的 供应与祝福 打开你的耳朵 听见他借着 圣经的话语 给你的引导 现在 我们就来一起 领受神的话吧 马太福音 第八章 十六到十七节 到了晚上 有人带着许多被鬼附的 来到耶稣跟前 耶稣只用一句话 就把鬼都赶出去 并且治好了一切有病的人 这是要应验 先知 以赛亚的话说 他代替我们的软弱 担当我们的疾病 约翰三书 一章二节 亲爱的弟兄啊 我愿你凡事兴盛 身体健壮 正如你的灵魂心圣一样 凡事 就是一切的事情 正合的事 所有的事 没有一件事 是例外的 天佛的孩子 圣灵透过使徒约翰说 上帝渴望看到你 在每一件事情上 都是成功的 没有任何的例外 上帝也渴望看到你的身体 是全方位 每一个部分 都是强壮健康的 圣经说 耶稣赶鬼 医治了一切有病的人 是为了应验 先知以赛亚的话 以赛亚书 古十三章第四节说 他代替我们的软弱 担当我们的疾病 因为上帝定义了 耶稣受鞭伤 我们就会得医治 耶稣受刑罚 我们就有平安 耶稣知道 他自己一定会去付这个代价 所以在耶稣的时代 耶稣不仅自己走遍各城各乡 到处的医治病人 还拆派门徒也去医治 甚至 甚至要我们这些后来信耶稣的 也要照着去做 并且应许我们要做比耶稣更大的事情 因为医治是上帝的心意 上帝要耶稣承受鞭伤 让我们全部都得了医治 就上帝的角度 耶稣已经付清了一切疾病的代价 因此 所有的人 应该都要从 所有一切的疾病中 得到释放 没有任何一个人是例外的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疾病 是耶稣的鞭伤无法医治的 世界上也没有任何一个人 不配得着医治 现在 我邀请你 和我一起做以下的宣告 我相信耶稣已经代替我的软弱 担当了我的疾病 医治是一个事实 医治已经包含在救恩里面 我已经从一切 所有的疾病中 得到释放 现在就得到释放 因为耶稣已经付上了代价 耶稣已经付清了 我不需要再付 也不应该再付 因此 现在 奉耶稣基督的名 一切非法入侵 非法停留的疾病 我命令你们 立刻离开我的身体 你们没有权力 停留在我的身上 我拒绝 所有一切的疾病和软弱 奉耶稣的名宣告 我现在 已经得了医治 我已经 活在超自然的健康中 感谢主 荣耀归上帝 奉耶稣的名祷告 我们一起说 阿们 天父的孩子 无论发生什么事 一定要记得 天父爱你哦 听神的话 他必救你脱离网罗 引导你走异路 你接受耶稣 成为你的救主 你就是神的儿子 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 那叫耶稣 从死里复活者的灵 现在已经住在你的里面 要使你的生命 从头到脚 从里到外 都充满了复活的生命 与大能 你罪得赦免 病得医治 手按病人 病人就必好了 必有神迹 骑士跟随你 奉耶稣的名 祷告 阿们 天父的孩子 今天 你懂好吗 我是香香牧师 我要为你祷告 求我们 主耶稣基督的神 荣耀的父 将那次人智慧 和启示了灵 赏给你 使你每天 都能更多地认识祂 打开你的眼睛 看见在基督里 祂已经给你的 供应与祝福 打开你的耳朵 听见祂借着 圣经的话语 给你的引导 现在 我们就来一起 领受神的话吧 约翰福音 十六章 十二到十三节 我还有好些事情 要告诉你们 但你们现在 不能领会 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 祂要引导你们 明白一切的真理 因为 祂不是凭自己说的 乃是把祂所听见的 都说出来 并且 把将来的事 告诉你们 哥林多前书 二章 十一到十二节 除了在人里头的灵 谁知道人的事 像这样 除了神的灵 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 我们所领受的 并不是世上的灵 乃是从神来的灵 叫我们能知道 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 天父的孩子 耶稣对门徒说 他还有好些事情 要告诉他们 但是 现在他们担当不了 也就是还不能领会 而解决的办法就是 要等真理的圣灵来 然后 圣灵就会引导门徒 进入一切的真理 上帝想要我们认识 所有一切的真理 也只有神的灵 就是圣灵 能让我们知道神的事情 只有圣灵 能叫我们知道 神已经无条件 白白赐给我们的事情 有人问 如何听到神 跟我们说的话 答案就是 接受圣灵 邀请圣灵 充满你 就能听到神跟你说的话 也能明白 神对你说的话 圣经应许 圣灵要把你所不知道 又大又难的事 告诉你 现在 我邀请你 和我一起做 以下的宣告 感谢上帝 我已经拥有圣灵 圣灵 住在我的里面 不会离开我 圣灵能帮助我 领会一切的真理 我相信 圣灵正在引导我 进入一切的真理 我相信 圣灵正在使我明白 神开恩赐给我的事情 当我读圣经 听讲道 我期待 圣灵对我说话 当我做家事 带孩子 我期待 圣灵对我说话 当我工作 谈生意 我也期待 圣灵对我说话 当我运动 吃饭 睡觉 我也期待 圣灵对我说话 当我旅行 出差 我也期待 圣灵对我说话 透过圣灵的教导 我更新 我的信念 与圣经 与神的话 对齐 我愿意 更多地明白真理 我会信得对 活得对 奉耶稣的名 祷告 我们一起说 阿们 天父的孩子 无论发生什么事 一定要记得 天父 爱你哦 听神的话 他必救你脱离网罗 引导你走异路 你接受耶稣 成为你的救主 你就是神的儿子 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 那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 现在已经住在你的里面 要使你的生命 从头到脚 从里到外 都充满了复活的生命与大能 你罪得赦免 病得医治 手按病人 病人就必好了 必有神迹其事跟随你 奉耶稣的名 祷告 阿们 天父的孩子 今天你都好吗 我是香香牧师 我要为你祷告 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 荣耀的父 将那次人智慧和启示了灵 赏给你 使你每天都能更多地认识祂 打开你的眼睛 看见在基督里 祂已经给你的供应与祝福 打开你的耳朵 听见祂借着圣经的话语 给你的引导 现在我们就来一起领受神的话吧 诗篇118篇5到14节 我在苦难中求告耶和华 他就答应我 救我脱离困境 把我安置在宽阔之地 有耶和华与我同在 我必不惧怕 人能把我怎么样呢 耶和华与我同在 帮助我 我必会看见那些恨我的人遭暴 看见他们一败涂地 投靠耶和华 胜过倚靠权贵王子 列国围困我 列邦围绕我 但我靠着耶和华 消灭了他们 他们四面围住我 但我靠着耶和华 除灭了他们 他们如同蜜蜂围住我 但他们要熄灭 好像烧荆棘的火 转眼消逝 我靠着耶和华 必消灭他们 他们使劲要推我 叫我跌倒 我受了猛烈的攻击 几乎要倒下 但耶和华帮助了我 耶和华是我的力量 是我的诗歌 我的救星 他拯救了我 撒加利亚书 四章六节 万军之耶和华说 不是依靠势力 不是依靠才能 乃是依靠我的灵 方能成事 真言第三章 五到六节 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 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 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 都要认定他 他必指引你的路 天父的孩子 神要你知道 依靠耶和华 胜过依靠世界上 任何的执政掌权者 和贵族的权势 神也不要你 依靠自己的聪明和才能 神要你在每一件事情上 都要认定耶和华 他是你的拯救 你的帮助 无论你遭遇何事 被多大的难处围困 被多少的敌人攻击 他必救你 引导你前面的道路 现在 我邀请你 和我一起做以下的宣告 耶和华 你是我的力量 是我的诗歌 我的拯救 谢谢你在极难中 听我的呼求 把我安置在宽阔之地 耶和华 你是帮助我的 我必不惧怕 人不能把我怎样 主耶和华 我投靠你 在一切的事情上 我都倚靠你 我不倚靠人的帮助 我不期待 从人得到供应和保护 我的眼目 不仰望权贵 我不把信心放在有权有势的人身上 我也不倚靠自己的聪明和才能 我要在每一件事情上 都认定 你是我的主 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 我的身体 我的家庭 我的公司 我的弟兄姐妹 都是被你保护的 都是蒙福的 有耶和华帮助我 我必不惧怕 无论我在哪里 做什么 主耶和华的平安 必与我同在 奉耶稣的名 祷告 我们一起说 阿们 天父的孩子 无论发生什么事 一定要记得 天父 爱你哦 听神的话 他必救你脱离网罗 引导你走异路 你接受耶稣成为你的救主 你就是神的儿子 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 那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 现在已经住在你的里面 要使你的生命 从头到脚 从里到外 都充满了复活的生命与大能 你罪得赦免 病得医治 手按病人 病人就必好了 必有神迹奇事跟随你 奉耶稣的名 祷告 阿们 天父的孩子 今天 你都好吗 我是香香牧师 我要为你祷告 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 荣耀的父 将那次人智慧和启示了灵 赏给你 使你每天都能更多地认识他 打开你的眼睛 看见在基督里 他已经给你的供应与祝福 打开你的耳朵 听见他借着圣经的话语 给你的引导 现在我们就来一起领受神的话吧 马太福音第八章十六到十七节 到了晚上 有人带着许多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 耶稣只用一句话就把鬼都赶出去 并且治好了一切有病的人 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 他代替我们的软弱 担当我们的疾病 约翰三书一章二节 亲爱的弟兄啊 我愿你凡事兴盛 身体健壮 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 凡事就是一切的事情 正合的事 所有的事 没有一件事是例外的 天佛的孩子 圣灵透过使徒约翰说 上帝渴望看到你在每一件事情上 都是成功的 没有任何的例外 上帝也渴望看到你的身体 是全方位 每一个部分都是强壮健康的 圣经说 耶稣赶鬼 医治了一切有病的人 是为了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 以赛亚书 古诗三章第四节说 他代替我们的软弱 担当我们的疾病 因为上帝定义了 耶稣受鞭伤 我们就会得医治 耶稣受刑罚 我们就有平安 耶稣知道 他自己一定会去付这个代价 所以在耶稣的时代 耶稣不仅自己走遍各城各乡 到处的医治病人 还拆派门徒也去医治 甚至要我们这些后来信耶稣的 也要照着去做 并且应许我们要做比耶稣更大的事情 因为医治是上帝的心意 上帝要耶稣承受鞭伤 让我们全部都得了医治 就上帝的角度 耶稣已经付清了一切疾病的代价 因此 所有的人 应该都要从 所有一切的疾病中 得到释放 没有任何一个人是例外的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疾病 是耶稣的边上无法医治的 世界上也没有任何一个人 不配得着医治 现在我邀请你 和我一起做以下的宣告 我相信耶稣已经代替我的软弱 担当了我的疾病 医治是一个事实 医治已经包含在救恩里面 我已经从一切 所有的疾病中 得到释放 现在就得到释放 因为耶稣已经付上了代价 耶稣已经付清了 我不需要再付 也不应该再付 因此 现在 奉耶稣基督的名 一切非法入侵 非法停留的疾病 我命令你们 立刻离开我的身体 你们没有权利 停留在我的身上 我拒绝 所有一切的疾病和软弱 奉耶稣的名宣告 我现在 我已经活在超自然的健康中 感谢主 祂必救你脱离 祂必救你脱离网罗 引导你走异路 你接受耶稣成为你的救主 你就是神的儿子 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 那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着的灵 现在已经住在你的里面 要使你的生命 从头到脚 从里到外 都充满了复活的生命与大能 你罪得赦免 病得医治 手按病人 病人就必好了 必有神迹奇事跟随你 奉耶稣的名 祷告 阿们 天父的孩子 今天你都好吗 我是香香牧师 我要为你祷告 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 荣耀的父 将那次人智慧和启示了灵 赏给你 使你每天都能更多地认识祂 打开你的眼睛 看见在基督里 祂已经给你的供应与祝福 打开你的耳朵 听见祂借着圣经的话语 给你的引导 现在我们就来一起 领受神的话吧 约翰福音 十六章 十二到十三节 我还有好些事情要告诉你们 但你们现在不能领会 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 祂要引导你们 明白一切的真理 因为祂不是凭自己说的 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 并且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 哥林多前书 二章 十一到十二节 除了除了在人里头的灵 谁知道人的事 像这样 除了神的灵 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 我们所领受的 我们所领受的 并不是世上的灵 乃是从神来的灵 叫我们的灵 叫我们能知道 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 天父的孩子 耶稣对门徒说 他还有好些事情要告诉他们 但是现在他们担当不了 也就是还不能领会 而解决的办法就是 要等真理的圣灵来 然后 圣灵就会引导门徒 进入一切的真理 上帝想要我们认识 所有一切的真理 也只有神的灵 就是圣灵 能让我们知道神的事情 只有圣灵能叫我们知道 神已经无条件 白白赐给我们的事情 有人问 如何听到神 跟我们说的话 答案就是 接受圣灵 邀请圣灵充满你 就能听到神 跟你说的话 也能明白神 对你说的话 圣经应许 圣灵要把你所不知道 又大又难的事 告诉你 现在 我邀请你 和我一起做以下的宣告 感谢上帝 我已经拥有圣灵 圣灵 圣灵住在我的里面 不会离开我 圣灵能帮助我 领会一切的真理 我相信 圣灵正在引导我 进入一切的真理 我相信 圣灵正在使我明白 神开恩赐给我的事情 当我读圣经 听讲道 我期待 圣灵对我说话 当我做家事 带孩子 我期待 圣灵对我说话 当我工作 谈生意 我也期待 圣灵对我说话 当我运动 吃饭 睡觉 我也期待 圣灵对我说话 当我旅行出差 我也期待 圣灵对我说话 透过圣灵的教导 我更新 我的信念 与圣经 与神的话 对齐 我愿意 更多地 明白真理 我会信得对 活得对 奉耶稣的名 祷告 我们一起说 阿们 天父的孩子 无论发生什么事 一定要记得 天父爱你哦 听神的话 他必救你脱离网罗 引导你走异路 你接受耶稣 成为你的救主 你就是神的儿子 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 那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 现在已经住在你的里面 要使你的生命 从头到脚 从里到外 都充满了复活的生命与大能 你罪得赦免 病得医治 手按病人 病人就必好了 必有神迹其事跟随你 奉耶稣的名 祷告 阿们 天父的孩子 今天你都好吗 我是香香牧师 我要为你祷告 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 荣耀的父 将那次人智慧和启示了灵 赏给你 使你每天都能更多地认识祂 打开你的眼睛 看见在基督里 祂已经给你的供应与祝福 打开你的耳朵 听见祂借着圣经的话语 给你的引导 现在我们就来一起领受神的话吧 诗篇118篇5到14节 我在苦难中求告耶和华 他就答应我 救我脱离困境 把我安置在宽阔之地 有耶和华与我同在 我必不惧怕 人能把我怎么样呢 耶和华与我同在 帮助我 我必会看见那些恨我的人遭暴 看见他们一败涂地 投靠耶和华 胜过倚靠权贵王子 列国围困我 列邦围绕我 但我靠着耶和华 消灭了他们 他们四面围住我 但我靠着耶和华 除灭了他们 他们如同蜜蜂围住我 但他们要熄灭 好像烧荆棘的火 转眼消逝 我靠着耶和华 必消灭他们 他们使劲要推我 叫我跌倒 我受了猛烈的攻击 几乎要倒下 但耶和华帮助了我 耶和华是我的力量 是我的诗歌 我的救星 他拯救了我 撒加利亚书 四章六节 万军之耶和华说 不是倚靠势力 不是倚靠才能 乃是倚靠我的灵 方能成事 真言第三章 五到六节 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 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 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 都要认定他 他必指引你的路 天父的孩子 神要你知道 依靠耶和华 胜过依靠世界上 任何的执政掌权者 和贵族的权势 神也不要你 依靠自己的聪明和才能 神要你在每一件事情上 都要认定耶和华 他是你的拯救 你的帮助 无论你遭遇何事 被多大的难处围困 被多少的敌人攻击 他必救你 引导你前面的道路 现在 我邀请你 和我一起做以下的宣告 耶和华 你是我的力量 是我的诗歌 我的拯救 谢谢你在极难中 听我的呼求 把我安置在宽阔之地 耶和华 你是帮助我的 我必不惧怕 人不能把我怎样 主耶和华 我投靠你 在一切的事情上 我都倚靠你 我不倚靠人的帮助 我不期待从人得到供应和保护 我的眼目 不仰望权贵 我不把信心放在有权有势的人身上 我也不倚靠自己的聪明和才能 我要在每一件事情上都认定 你是我的主 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 我的身体 我的家庭 我的公司 我的弟兄姐妹 都是被你保护的 都是蒙福的 有耶和华帮助我 我必不惧怕 无论我在哪里 做什么 主耶和华的平安 必与我同在 奉耶稣的名 祷告 我们一起说 阿们 天父的孩子 无论发生什么事 一定要记得 天父爱你哦 听神的话 他必救你脱离网罗 引导你走异路 你接受耶稣成为你的救主 你就是神的儿子 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 那叫耶稣 从死里复活着的灵 现在已经住在你的里面 要使你的生命 从头到脚 从里到外 都充满了复活的生命 与大能 你罪得赦免 病得医治 手按病人 病人就必好了 必有神机 其事跟随你 奉耶稣的名 祷告 阿们 天父的孩子 今天 你都好吗 我是香香牧师 我要为你祷告 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 荣耀的父 将那次人智慧和启示了灵 赏给你 使你每天 都能更多地认识祂 打开你的眼睛 看见在基督里 祂已经给你的 供应与祝福 打开你的耳朵 听见祂借着圣经的话语 给你的引导 现在 我们就来一起 领受神的话吧 马太福音 第八章 十六到十七节 到了晚上 有人带着许多被鬼附的 来到耶稣跟前 耶稣只用一句话 就把鬼都赶出去 并且治好了一切有病的人 这是要应验先知 以赛亚的话说 他代替我们的软弱 担当我们的疾病 约翰三书 一章二节 亲爱的弟兄啊 我愿你凡事兴盛 身体健壮 正如你的灵魂心圣一样 凡事 就是一切的事情 任何的事 所有的事 没有一件事 是例外的 天佛的孩子 圣灵透过使徒约翰说 上帝渴望看到你 在每一件事情上 都是成功的 没有任何的例外 上帝也渴望 看到你的身体 是全方位 每一个部分 都是强壮健康的 圣经说 耶稣赶鬼 医治了一切有病的人 是为了应验 先知以赛亚的话 以赛亚书 古十三章第四节说 他代替我们的软弱 担当我们的疾病 因为上帝定义了 耶稣受鞭伤 我们就会得医治 耶稣受刑罚 我们就有平安 耶稣知道 他自己一定会去付这个代价 所以在耶稣的时代 耶稣不仅自己走遍各城各乡到处的医治病人 还差派门徒 还差派门徒也去医治 甚至 要我们这些后来信耶稣的 也要照着去做 并且 应许我们 要做比耶稣更大的事情 因为医治 因为医治是上帝的心意 上帝要耶稣承受鞭伤 让我们全部都得了医治 就上帝的角度 耶稣已经付清了一切疾病的代价 因此 所有的人 应该都要从 所有一切的疾病中 得到释放 没有任何一个人是例外的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疾病 是耶稣的鞭伤无法医治的 世界上也没有任何一个人 不配得着医治 现在 我邀请你 和我一起做以下的宣告 我相信耶稣已经代替我的软弱 担当了我的疾病 医治是一个事实 医治已经包含在救恩里面 我已经从一切 所有的疾病中 得到释放 现在就得到释放 因为耶稣已经付上了代价 耶稣已经付清了 我不需要再付 也不应该再付 因此 现在 奉耶稣基督的名 一切非法入侵 非法停留的疾病 我命令你们 立刻离开我的身体 你们没有权利 停留在我的身上 我拒绝 所有一切的疾病和软弱 奉耶稣的名宣告 我现在 已经得了医治 我已经 活在超自然的健康中 感谢主 荣耀归上帝 奉耶稣的名 祷告 我们一起说 阿们 天父的孩子 无论发生什么事 一定要记得 天父爱你哦 听神的话 祂必救你脱离网罗 引导你走异路 你接受耶稣 成为你的救主 你就是神的儿子 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 那叫耶稣 从死里复活者的灵 现在已经住在你的里面 要使你的生命 从头到脚 从里到外 都充满了复活的生命 与大能 你罪得赦免 病得医治 手按病人 病人就必好了 必有神迹 其事跟随你 奉耶稣的名 祷告 阿们 天父的孩子 今天 你懂好吗 我是香香牧师 我要为你祷告 求我们 主耶稣基督的神 荣耀的父 将那次人智慧 和启示了灵 赏给你 使你每天 都能更多地认识祂 打开你的眼睛 看见在基督里 祂已经给你的 供应与祝福 打开你的耳朵 听见祂借着 圣经的话语 给你的引导 现在 我们就来一起 领受神的话吧 约翰福音 十六章 十二到十三节 我还有好些事情 要告诉你们 但你们现在 不能领会 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 祂要引导你们 明白一切的真理 因为 祂不是凭自己说的 乃是把祂所听见的 都说出来 并且 把将来的事 告诉你们 哥林多前书 二章 十一到十二节 除了在人里头的灵 谁知道人的事 像这样 除了神的灵 也没有人知道 神的事 我们所领受的 并不是世上的灵 乃是从神来的灵 叫我们能知道 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 天父的孩子 耶稣对门徒说 他还有好些事情 要告诉他们 但是 但是现在他们担当不了 也就是还不能领会 而解决的办法就是 要等真理的圣灵来 然后 圣灵就会引导门徒 进入一切的真理 上帝想要我们认识 所有一切的真理 也只有神的灵 就是圣灵 能让我们知道 神的事情 只有圣灵 能叫我们知道 神已经无条件 白白赐给我们的事情 有人问 如何听到神 跟我们说的话 答案就是 接受圣灵 邀请圣灵充满你 就能听到神 跟你说的话 也能明白 神对你说的话 圣经应许 圣灵要把你所不知道 又大又难的事 告诉你 现在 我邀请你 和我一起做 以下的宣告 感谢上帝 我已经拥有圣灵 圣灵住在我的里面 不会离开我 圣灵能帮助我 领会一切的真理 我相信 圣灵正在引导我 进入一切的真理 我相信 圣灵正在使我明白 神开恩 赐给我的事情 当我读圣经 听讲道 我期待 圣灵对我说话 当我做家事 带孩子 我期待 圣灵对我说话 当我工作 谈生意 我也期待 圣灵对我说话 当我运动 吃饭 睡觉 我也期待 圣灵对我说话 当我旅行 出差 我也期待 我也期待 圣灵对我说话 透过圣灵的教导 我更新 我的信念 与圣经 与神的话 对齐 我愿意 更多地 明白真理 我会信得对 活得对 奉耶稣的名 祷告 我们一起说 阿们 天父的孩子 无论发生什么事 一定要记得 天父爱你哦 听神的话 他必救你脱离网罗 引导你走异路 你接受耶稣 成为你的救主 你就是神的儿子 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 那叫耶稣 从死里复活着的灵 现在已经住在你的里面 要使你的生命 从头到脚 从里到外 都充满了复活的生命与大能 你罪得赦免 病得医治 手按病人 病人就必好了 必有神迹 必有神迹 其事跟随你 奉耶稣的名 祷告 阿们 天父的孩子 今天 你都好吗 我是香香牧师 我要为你祷告 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 荣耀的父 将那次人智慧和启示了灵 赏给你 使你每天都能更多地认识他 打开你的眼睛 看见在基督里 他已经给你的供应与祝福 打开你的耳朵 听见他借着圣经的话语 给你的引导 现在 我们就来一起 领受神的话吧 诗篇118篇 5到14节 我在苦难中 求告耶和华 他就答应我 救我脱离困境 把我安置在宽阔之地 有 耶和华与我同在 我必不惧怕 人 能把我怎么样呢 耶和华与我同在 帮助我 我必会看见那些恨我的人遭暴 看见他们 一败涂地 投靠 耶和华 胜过 倚靠 权贵 王子 列国围困我 列邦围绕我 但我靠着 耶和华 消灭了他们 他们 四面围住我 但我靠着 耶和华 除灭了他们 他们如同 密封围住我 但他们要熄灭 好像烧荆棘的火 转眼消逝 我靠着 耶和华 必消灭他们 他们使劲 要推我 叫我跌倒 我受了猛烈的攻击 几乎要倒下 但耶和华 帮助了我 耶和华 是我的力量 是我的诗歌 我的救星 他拯救了我 撒加利亚书 四章六节 万圈之耶和华说 不是倚靠势力 不是倚靠才能 乃是倚靠我的灵 方能成事 真言 第三章 五到六节 你要专心 仰赖 耶和华 不要依靠 自己的聪明 在你一切 所行的事上 都要认定他 他必指引 你的路 天父的孩子 神要你知道 依靠耶和华 胜过依靠世界上 任何的执政掌权者 和贵族的权势 神也不要你 依靠自己的聪明 和才能 神要你在每一件事情上 都要认定 耶和华 他是你的拯救 你的帮助 无论你遭遇何事 被多大的难处围困 被多少的敌人攻击 他必救你 引导你前面的道路 现在 我邀请你 和我一起做以下的宣告 耶和华 你是我的力量 是我的诗歌 我的拯救 谢谢你在极难中 听我的呼求 把我安置在宽阔之地 耶和华 你是帮助我的 我必不惧怕 人不能把我怎样 主耶和华 我投靠你 在一切的事情上 我都倚靠你 我不倚靠 人的帮助 我不期待 从人得到 供应和保护 我的眼目 不仰望权贵 我不把信心 放在有权 有势的人身上 我也不倚靠 自己的聪明 和才能 我要在每一件事情上 都认定 你是我的主 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 我的身体 我的家庭 我的公司 我的弟兄姐妹 都是被你保护的 都是蒙福的 有耶和华帮助我 我必不惧怕 无论我在哪里 做什么 主耶和华的平安 必与我同在 奉耶稣的名 祷告 我们一起说 阿们 天父的孩子 无论发生什么事 一定要记得 天父 爱你哦 听神的话 他必救你脱离网罗 引导你走异路 你接受耶稣 成为你的救主 你就是神的儿子 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 那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 现在已经住在你的里面 要使你的生命 从头到脚 从里到外 都充满了复活的生命与大能 你罪得赦免 病得医治 手按病人 病人就必好了 必有神迹其事跟随你 奉耶稣的名 祷告 阿们 天父的孩子 今天你都好吗 我是香香牧师 我要为你祷告 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 荣耀的父 将那次人智慧和启示了灵 赏给你 使你每天都能更多地认识祂 打开你的眼睛 看见在基督里 祂已经给你的供应 祂已经给你的供应与祝福 打开你的耳朵 听见祂借着圣经的话语 给你的引导 现在我们就来一起 领受神的话吧 马太福音 第八章 十六到十七节 到了晚上 有人带着许多被鬼附的 来到耶稣跟前 耶稣只用一句话 就把鬼都赶出去 并且治好了一切有病的人 这是要应验先知 以赛亚的话说 他代替我们的软弱 担当我们的疾病 约翰三书 一章二节 亲爱的弟兄啊 我愿你凡事兴盛 身体健壮 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 凡事就是一切的事情 正合的事 所有的事 没有一件事是例外的 天佛的孩子 圣灵透过使徒约翰说 上帝渴望看到你 在每一件事情上 都是成功的 没有任何的例外 上帝也渴望看到你的身体 是全方位 每一个部分 都是强壮健康的 圣经说 耶稣赶鬼 医治了一切有病的人 是为了应验先知 以赛亚的话 以赛亚书 古诗三章第四节说 他代替我们的软弱 担当我们的疾病 因为上帝定义了 耶稣受鞭伤 我们就会得医治 耶稣受刑罚 我们就有平安 耶稣知道 他自己一定会去付这个代价 所以在耶稣的时代 耶稣不仅自己走遍各城各乡 到处的医治病人 还拆派门徒也去医治 甚至 要我们这些后来信耶稣的 也要照着去做 并且 应许我们 要做比耶稣更大的事情 因为 医治是上帝的心意 上帝要耶稣承受鞭伤 让我们全部 都得了医治 就上帝的角度 耶稣已经付清了 一切疾病的代价 因此 所有的人 应该都要从 所有一切的疾病中 得到释放 没有任何一个人是例外的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疾病 是耶稣的边上无法医治的 世界上也没有任何一个人 不配得着医治 现在 我邀请你 和我一起做以下的宣告 我相信耶稣已经代替我的软弱 担当了我的疾病 医治 医治是一个事实 医治已经包含在救恩里面 我已经从一切 所有的疾病中 得到释放 现在就得到释放 因为耶稣已经付上了代价 耶稣已经付清了 我不需要再付 也不应该再付 因此 现在 奉耶稣基督的名 一切 一切非法入侵 非法停留的疾病 我命令你们 立刻离开我的身体 你们没有权力 停留在我的身上 我拒绝 所有一切的疾病和软弱 奉耶稣的名宣告 我现在 已经得了医治 我已经 活在超自然的健康中 感谢主 荣耀归上帝 奉耶稣的名祷告 我们一起说 阿们 天父的孩子 无论发生什么事 一定要记得 天父爱你哦 听神的话 他必救你脱离网罗 引导你走异路 你接受耶稣 成为你的救主 你就是神的儿子 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 那叫耶稣 从死里复活者的灵 现在已经住在你的里面 要使你的生命 从头到脚 从里到外 都充满了复活的生命 与大难 你罪得赦免 病得医治 手按病人 病人就必好了 必有神迹 骑士跟随你 奉耶稣的名 祷告 阿们 天父的孩子 今天 你都好吗 我是香香牧师 我要为你祷告 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 荣耀的父 将那次人智慧和启示了灵 赏给你 使你每天都能更多地认识祂 打开你的眼睛 看见在基督里 祂已经给你的供应与祝福 打开你的耳朵 听见祂借着圣经的话语 给你的引导 现在 我们就来一起 领受神的话吧 约翰福音 十六章 十二到十三节 我还有好些事情 要告诉你们 但你们现在不能领会 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 祂要引导你们 明白一切的真理 因为祂不是凭自己说的 乃是把祂所听见的都说出来 并且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 哥林多前书 二章十一到十二节 除了在人里头的灵 谁知道人的事 像这样 除了神的灵 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 我们所领受的 并不是世上的灵 乃是从神来的灵 叫我们能知道 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 天父的孩子 耶稣对门徒说 祂还有好些事情 要告诉他们 但是 现在他们担当不了 也就是还不能领会 而解决的办法就是 要等真理的圣灵来 然后 圣灵就会引导门徒 进入一切的真理 上帝想要我们认识 所有一切的真理 也只有神的灵 就是圣灵 能让我们知道神的事情 只有圣灵 能叫我们知道 神已经无条件 白白赐给我们的事情 有人问 如何听到神 跟我们说的话 答案就是 接受圣灵 邀请圣灵充满你 就能听到神 跟你说的话 也能明白 神对你说的话 圣经应许 圣灵要把你所不知道 又大又难的事 告诉你 现在 我邀请你 和我一起做 以下的宣告 感谢上帝 我已经拥有圣灵 我已经拥有圣灵 圣灵住在我的里面 不会离开我 圣灵 圣灵能帮助我 领会一切的真理 我相信 圣灵正在引导我 进入一切的真理 我相信 圣灵正在使我明白 神开恩赐给我的事情 当我读圣经 听讲道 我期待 圣灵对我说话 当我做家事 带孩子 我期待 圣灵对我说话 当我工作 谈生意 我也期待 圣灵对我说话 当我运动 吃饭 睡觉 我也期待 圣灵对我说话 当我旅行出差 我也期待 圣灵对我说话 透过圣灵的教导 我更新 我的信念 与圣经 与神的话 对齐 我愿意 更多地明白真理 我会信得对 活得对 奉耶稣的名 祷告 我们一起说 阿们 天父的孩子 无论发生什么事 一定要记得 天父爱你哦 听神的话 他必救你脱离网罗 引导你走异路 你接受耶稣 成为你的救主 你就是神的儿子 奉耶稣基督的名 宣告 那叫耶稣 从死里复活着的灵 现在已经住在 你的里面 要使你的生命 从头到脚 从里到外 都充满了复活的生命 与大能 你罪得赦免 病得医治 手按病人 病人就必好了 必有神迹 骑士跟随你 奉耶稣的名 祷告 阿们 天父的孩子 今天 你都好吗 我是香香牧师 我要为你祷告 求我们 主耶稣基督的神 荣耀的父 将那次人 智慧和启示了灵 赏给你 使你每天 都能更多地认识祂 打开你的眼睛 看见在基督里 祂已经给你的 供应与祝福 打开你的耳朵 听见祂借着圣经的话语 给你的引导 现在 我们就来一起 领受神的话吧 诗篇118篇 5到14节 我在苦难中 求告耶和华 他就答应我 救我脱离困境 把我安置在宽阔之地 有耶和华与我同在 我必不惧怕 人能把我怎么样呢 耶和华与我同在 帮助我 我必会看见 那些恨我的人遭报 看见他们一败涂地 投靠耶和华 胜过倚靠权贵王子 列国围困我 列邦围绕我 但我靠着耶和华 消灭了他们 他们四面围住我 但我靠着耶和华 除灭了他们 他们如同密封围住我 但他们要熄灭 好像烧荆棘的火 转眼消逝 我靠着耶和华 必消灭他们 他们使劲要推我 叫我跌倒 我受了猛烈的攻击 几乎要倒下 但耶和华帮助了我 耶和华是我的力量 是我的诗歌 我的救星 他拯救了我 撒加利亚书四章六节 万军之耶和华说 不是依靠势力 不是依靠才能 乃是依靠我的灵 方能成事 真言第三章五到六节 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 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 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 都要认定他 他必指引你的路 天父的孩子 神要你知道 依靠耶和华 胜过依靠世界上 任何的执政掌权者 和贵族的权势 神也不要你 依靠自己的聪明和才能 神要你在每一件事情上 都要认定耶和华 他是你的拯救 你的帮助 无论你遭遇何事 被多大的难处围困 被多少的敌人攻击 他必救你 引导你前面的道路 现在我邀请你 和我一起做以下的宣告 耶和华 你是我的力量 是我的诗歌 我的拯救 谢谢你在极难中 听我的呼求 把我安置在宽阔之地 耶和华 耶和华 你是帮助我的 我必不惧怕 人不能把我怎样 主耶和华 我投靠你 在一切的事情上 我都倚靠你 我不倚靠人的帮助 我不期待从人得到供应和保护 我的眼目不仰望权贵 我不把信心放在有权有势的人身上 我也不倚靠自己的聪明和才能 我要在每一件事情上都认定 你是我的主 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 我的身体 我的家庭 我的公司 我的弟兄姐妹 都是被你保护的 都是蒙福的 有耶和华帮助我 我必不惧怕 无论我在哪里 做什么 主耶和华的平安 必与我同在 奉耶稣的名 祷告 我们一起说 阿们 天父的孩子 无论发生什么事 一定要记得 天父 爱你哦 听神的话 他必救你脱离网罗 引导你走异路 你接受耶稣成为你的救主 你就是神的儿子 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 那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 现在已经住在你的里面 要使你的生命 从头到脚 从里到外 都充满了复活的生命与大能 你罪得赦免 病得医治 手按病人 病人就必好了 必有神迹 其事跟随你 奉耶稣的名 祷告 阿们 天父的孩子 今天 你都好吗 我是香香牧师 我要为你祷告 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 荣耀的父 将那次人智慧和启示了灵 赏给你 使你每天都能更多地认识他 打开你的眼睛 看见在基督里 他已经给你的供应与祝福 打开你的耳朵 听见他借着圣经的话语 给你的引导 现在 我们就来一起 领受神的话吧 马太福音 第八章 十六到十七节 到了晚上 有人带着许多被鬼附的 来到耶稣跟前 耶稣只用一句话 就把鬼都赶出去 并且治好了一切有病的人 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 他代替我们的软弱 担当我们的疾病 约翰三书一章二节 亲爱的弟兄啊 我愿你凡事兴盛 身体健壮 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 凡事就是一切的事情 任何的事 所有的事 没有一件事是例外的 天佛的孩子 圣灵透过使徒约翰说 上帝渴望看到你在每一件事情上 都是成功的 没有任何的例外 上帝 上帝也渴望看到你的身体 是全方位 每一个部分 都是强壮健康的 圣经说 耶稣感鬼 医治了一切有病的人 是为了应验先知 以赛亚的话 以赛亚书 古诗三章第四节说 他代替我们的软弱 担当我们的疾病 因为上帝定义了 耶稣受鞭伤 我们就会得医治 耶稣受刑罚 我们就有平安 耶稣知道 他自己一定会去付这个代价 所以在耶稣的时代 耶稣不仅自己走遍 各城各乡到处的医治病人 还差派门徒也去医治 甚至 要我们这些后来信耶稣的 也要照着去做 并且 应许我们 要做比耶稣更大的事情 因为医治是上帝的心意 上帝要耶稣承受鞭伤 让我们全部都得了医治 就上帝的角度 耶稣已经付清了一切疾病的代价 因此 所有的人 应该都要从 所有一切的疾病中 得到释放 没有任何一个人是例外的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疾病 是耶稣的鞭伤无法医治的 世界上也没有任何一个人 不配得着医治 现在 我邀请你 和我一起做以下的宣告 我相信耶稣已经代替我的软弱 担当了我的疾病 医治是一个事实 医治已经包含在救恩里面 我已经从一切 所有的疾病中 得到释放 现在就得到释放 因为耶稣已经付上了代价 耶稣已经付清了 我不需要再付 也不应该再付 因此 现在 奉耶稣基督的名 一切非法入侵 非法停留的疾病 我命令你们 立刻离开我的身体 你们没有权利 停留在我的身上 我拒绝 所有一切的疾病和软弱 奉耶稣的名宣告 我现在 已经得了医治 我已经 活在超自然的健康中 感谢主 荣耀归上帝 奉耶稣的名祷告 我们一起说 阿们 天父的孩子 无论发生什么事 一定要记得 天父爱你哦 听神的话 他必救你脱离网罗 引导你走异路 你接受耶稣 成为你的救主 你就是神的儿子 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 那叫耶稣 从死里复活着的灵 现在已经住在你的里面 要使你的生命 从头到脚 从里到外 都充满了复活的生命 与大难 你罪得赦免 病得医治 手按病人 病人就必好了 必有神迹 骑士跟随你 奉耶稣的名 祷告 阿们 天父的孩子 今天 你都好吗 我是香香牧师 我要为你祷告 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 荣耀的父 将那次人智慧和启示了灵 赏给你 使你每天都能 更多地认识祂 打开你的眼睛 看见在基督里 祂已经给你的 供应与祝福 打开你的耳朵 听见祂借着 圣经的话语 给你的引导 现在 我们就来一起 领受神的话吧 约翰福音 十六章 十二到十三节 我还有好些事情 要告诉你们 但你们现在 不能领会 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 祂要引导你们 明白一切的真理 因为 祂不是凭自己说的 乃是把祂所听见的 都说出来 并且 把将来的事 告诉你们 哥林多前书 二章 十一到十二节 除了在人里头的灵 谁知道人的事 像这样 除了神的灵 也没有人 也没有人知道 神的事 我们所领受的 并不是世上的灵 乃是从神来的灵 叫我们能知道 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 天父的孩子 耶稣对门徒说 祂还有好些事情 要告诉他们 但是 现在他们担当不了 也就是还不能领会 而解决的办法就是 要等真理的圣灵来 然后 圣灵就会引导门徒 进入一切的真理 上帝想要我们认识 所有一切的真理 也只有神的灵 就是圣灵 能让我们知道 神的事情 只有圣灵 能叫我们知道 神已经无条件 白白赐给我们的事情 有人问 如何听到神 跟我们说的话 答案就是 接受圣灵 邀请圣灵 充满你 就能听到神 跟你说的话 也能明白 神对你说的话 神经应许 圣灵要把你所不知道 又大又难的事 告诉你 现在 我邀请你 和我一起做 以下的宣告 感谢上帝 我已经拥有圣灵 圣灵 住在我的里面 不会离开我 圣灵能帮助我 领会一切的真理 我相信 圣灵正在引导我 进入一切的真理 我相信 圣灵正在使我明白 神开恩赐给我的事情 当我读圣经 听讲道 我期待 圣灵对我说话 当我做家事 带孩子 我期待 圣灵对我说话 当我工作 谈生意 我也期待 圣灵对我说话 当我运动 吃饭 睡觉 我也期待 圣灵对我说话 当我旅行 出差 我也期待 圣灵对我说话 透过圣灵的教导 我更新 我的信念 与圣经 与神的话 对齐 我愿意 更多地明白 真理 我会信得对 活得对 奉耶稣的名 祷告 我们一起说 阿们 天父的孩子 无论发生什么事 一定要记得 天父爱你哦 听神的话 祂必救你 脱离网罗 引导你走异路 你接受耶稣 成为你的救主 你就是神的儿子 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 那叫耶稣 从死里复活着的灵 现在已经住在你的里面 要使你的生命 从头到脚 从里到外 都充满了复活的生命 与大能 你罪得赦免 病得医治 手按病人 病人就必好了 必有神迹 其事跟随你 奉耶稣的名 祷告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